鸡蛋 要来三十五楼 粉色的 这才熬出来有水平 知道吗 今天的开场 从一顿美食开始 也是在武汉的周围一天了 来了个特色的馆子 叫陈掌卫 咱看看有什么美食 他们家的美食 首先就是五昌鱼 来武汉都知道有五昌鱼 比较有名 他们家这五昌鱼是石锅五昌鱼 主传石锅五昌鱼 里边有黑酸菜 你看看 还有米粉 金针菇 类似于北方的酸菜鱼 看到这个菜想到了谁 王宁 想到谁 老爸呀 因为老爸最爱吃酸菜鱼 与你在一起 这个味道 肯定老爸也爱吃 但是有一点点麻 老妈也会熬这藕汤 好 挺香 偶汤 想到了谁 想到了我妈 对吧 再想到了我爸 往往上这个菜 是我要的 也是当地的特色菜 这叫类似于水煮牛肉似的 生的牛肉往里去涮 香煎牛肉 尝尝嫩不得 肯定嫩不嫩 这是你爱吃的吗 配点米饭绝了 看人家的米饭绝捅一捅 吃得了 我咱俩 吃吧 还有排骨 我排骨 鱼还行 鱼差不多有一斤多 嗯 知道武汉为什么叫武汉的吗 武这出汗 叫武汉真是热 吃饱了喝足了 看咱坐地铁去一个新酒店 借媳妇光 媳妇非要换个酒店 我说这挺好的 我换一刀子 你呀 要准个勤俭 吃假知道吗 怎么那么假呢 我不想游泳 非要定位游泳 能走你呀 最后一天了 你还不享受一下 走吧 快车 新换的酒店到了 哎呦 媳妇你呀 太奢侈 我整个奢侈了 我咱那个 去哪儿就 我觉得都行 我觉得住张待祖的无所谓 不就就睡一觉吗 是不是 那你怎么知道睡的好与不好啊 确实这还行 来看看什么样啊 这酒店 第一次住过那么好的酒店 你拉倒吧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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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儿呢 喝 为啥两门啊 这边不是洗澡的吗 人家是专门洗澡的 对啊 这不给人家吗 嗯 等我换年 还敢去换呢 不给人家里边家伙 看看这个油水 洗漱台 看看这浴缸啊 晚上再好好泡一个 我泡完你泡 行吗 那边门能关什么 你不嫌热呀 热什么呀 这还有柜子 还有鱼袍呢 里边看看 试试 电吹斗 电韵斗都有 那边是新人的 走 这叫行政套房 本来我订的是圆艺大床房 结果他给我升级了 升了一个行政大床房 我觉得还好 从这边看过去是这样 浴缸就在这 这门都关上 咋门关上 不关了 不关了啊 看这儿 这是最出产的地方 有个大阳台 关湖啊 走 是一个大阳台 啊 呼气 熬热 哇塞 哇 能看见湖吗 能看见不是湖吗 这也就是这个酒店 最出产的地方 这儿真的 环境真的挺好的 这儿都是绿植 嗯 就是挺安静的 咱住在酒店 住的就是环境 是吧 那个湖是 沿溪和湖 沿溪湖 啊 看看这绿化 这环境 绝了 我们住那个楼 一月了吗 啊 今天一月 听见了 走 你游 真热 现在六点了 哎呦我的天哪 嗯 还不错 嗯 大地有点花 我这算一会儿算了吧 好看那边 看那边也漂亮 忘了 看一下 沿溪湖 沿溪湖 许愿桥 走到这儿的人 什么媳妇 这应该是同心所吧 嗯 两个人同学那个房子 看看 喝 喝 喝 涼快涼快涼快 不错 酒店住的舒服啊 你有功了啊 这水凉的 刚才那个融合水色的 你怎么那么可爱呀 没见过市民 在武汉 最后一个晚上 咱也吃点当地的特色 烧烤 媳妇非要来 我说不吃了晚上 尝这个凉面 凉面 再怎么着也放芝麻酱 你还不信 我没吃出来芝麻酱 我这一吃吃出来 没有说不放凉面 基本都得放那么一点 它里边有那个 咸菜丝 对 不错 咸菜丝 尝尝烧烤 吃什么呀 没尝尝是吧 你的 你的 烤得怎么样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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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姜满道 烤炙了 游鱼 6块1块 9块 9块 大能 不气 我还想去游个泳去呢 真的热 你怎么游啊 那我也能游 我去游泳去了 走 走 回去了 走 再看看观观湖 今天热吗 也是热呀 看着太阳又曝晒 今天刚刚8点多钟 要在356度 看了远观 今儿有风 那都是热风 咱们这属于纯度假 因为咱这次来武汉嘛 就是为了享受 再说陪你一下出差 来到一个新的城市呢 我感觉 这个当地的出租车 是代表这个城市的 一个形象 但是我觉得这边 出租车司机呢 不善于交流 交谈 等着呢 下次再来武汉 希望有所改进吧 可能每个人性格都不一样 理解吗 但是我们刚到一个就是 陌生的城市 可能第一印象 都要来自于这个 出租车司机嘛 对啊 所以 此番只是路过 下次毕竟是重逢 走吧 那你又把我画冯结一面 走吧 走吧 还想吃点什么吗 活上呗 咱下回走了 走 提起武汉 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 美石 大桥 江水 黄鹤楼 还是这里的人 期待下次重逢时 你别来无恙